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我們帶來是莉莉安 目前版本呢強度非常高的法師 可以說呢他是最強法師之一 而且呢這版本沒有被削弱的消息 下個賽季呢預估還是可以玩 要練的話呢趕緊了 再來呢這一場 我們還有傳奇級的 韓國選手Huck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他的名字就是H.A.K. 很榮幸呢可以在電風塞排到他 這一場呢他玩的可不是中路了 畢竟呢被我們損了 不妨再看他是哪一位 提示呢是在片頭影片中很頻繁的出現 那先回到莉莉安 莉莉安玩法呢 不外乎就是像這一套刺客高爆發流 或者另外一套呢 出魔防鞋跟拘魂路 比較輔助型的法師 應該是說呢比較有功能性 有降低治癒效果 而且呢有魔防鞋的任性 加上我們帶招的無敵跟多檔位移 會變得更加難死 生存力也比較高 所以呢新手剛接觸的一樣的話是更建議 把裝備改成魔防鞋 而這一場呢我們就假設你已經有一定的基礎了 我們就專注在於 更高爆發的 這套出裝好處呢就是只要蹲到人 而且呢蹲到脆皮的話 基本上呢一套是死定的 可以直接一套秒人 類似颯枷跟拉茲 一套把你秒掉 核心裝備呢就是魔穿鞋跟爆裂法杖 再來呢就是巫妖王冠跟蜜咒 關於蜜咒跟巫妖呢 你要先出哪一個都可以 出巫妖的話呢不只金山通 一技能遠程轟炸也通 當然呢裝備是靈活調整的 立暗的話呢前期我們傷害沒那麼高 而且呢四等解鎖大招前會比較弱 要注意呢四等前盡可能的不要送頭 那我們就介紹了 那位韓國的傳奇級選手呢 哈克玩的就是愛麗絲 這一把呢他前期有幫我們提供很多資源 比如呢去下路成功的手殺 再來呢像這波拖住的敵方塔拉打野 輔助換打野呢是非常賺的 沒想到呢他玩的竟然是 大部分台服玩家比較嫌棄的愛麗絲 愛麗絲這英雄啊 如果在我們這個分斷的巔峰賽呢 在比較高信心的S牌或者 全服等級的愛麗絲選出來 我們是沒意見的 畢竟呢更多時候是看人而不是看英雄 更多時候呢是看 該名玩家的表現喔 舉個例子呢選到一個T0的納克羅斯 如果一直送頭的話呢 你隊友也不樂意對吧 那回到我們的莉莉安 前面的話呢我們傷害還不夠 不過呢跟隊友一起行動呢就夠了 前期抓人呢有兩種方法 一種呢就是我們自己蹲人 蹲到敵方的脆皮啊 比如他們的射手或者打野 就可以把他單殺 不過前期傷害還沒那麼高的時候呢 還是跟隊友一起行動比較好 等隊友呢把敵方打殘一點 我們再去收割 大概中期開始呢 你買出了爆裂法傷 或者更好呢買出面具跟秘咒 我們就可以自己一套秒人了 秒人的方法呢就是先用遠程形態 炸一套再切狐狸進去咬 就這麼簡單 我們從狐狸變回人類的時候呢 會有魔攻加成 狐狸變人呢就是用來消耗了 而像這邊呢我們先用人類炸樹 然後再切狐狸去收割 最後呢我們剩一點點血 成功的塔殺 敵方的樹呢也是敵方 最肥的人物 把他收掉呢準是好處 瓦莉蘭呢 不要忘記我們是 一般法師一般刺客 可是呢我們更偏向於刺客 畢竟呢我們沒有像 克里希啊 盧蜜亞等等法師的大範圍傷害 跟大範圍控制 像我們的二技能呢相當的窄喔 一技能圈圈呢 說大也沒那麼大 說長也沒那麼長 所以呢玩力量還是要專注在於 我們刺客的那部分 如果啊你單純呢要遠程的清兵消耗 清兵消耗的話呢 那你玩 克里希 盧蜜亞 另一個這種英雄 效果會更好 莉莉蘭呢 記得一定要突出刺客的部分 然後是去單殺 盾能 OK 這邊呢 愛麗絲跟 我們射手就抓到敵方蝙蝠俠了 然後我們就幫祖卡一起吃龍 這敵方應該已經知道我的存在了 這一波應該還吹不了塔 小兵的血量太少了 掩護一下愛麗絲回程 這次下路呢我們是刀鋒 竟然是刀鋒走凱撒路 OK 清兰中兵呢 再趕來上路 最後呢敵方的樹還是死了 拆了魔龍塔 除非盾了呢 不然的話 我們就盡可能跟隊友一起走了 這邊抓到敵方的蝙蝠俠 這波很賺 我們自己沒死呢 再回來幫忙輸出 炸一炸敵方的塔了 不過傷害看來不是很夠 這裡我們血量那麼少呢 其實我們回家會更好 待會知道為什麼了 我看我血量好像還蠻健康的 而下一波兵生呢也即將抵達 那我們就 再清一波兵 再清這波兵呢是絕對沒問題的 有問題的地方來了 就是呢這個草叢有素的眼睛 剛剛我們頭上還沒有素的眼睛呢 我們沒注意到 在切換視角的時候呢才發現 原來我頭呢已經中了素的視野 所以蝙蝠俠一直都知道我的行蹤 就預判性的 在我抓塔的時候呢 直接把我帶走 剛剛我們推完兵呢 就應該直接回家了 血太殘去摸塔呢不太明智 不過沒關係 這時候呢 差不多到了中期 而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傷害已經夠自己單殺敵方了 一套傷害呢是可以秒脆皮的 完整的一套呢 就是先用人類炸一二技能 然後呢再切狐狸過去咬 這邊我們連招呢有點反過來了 不過傷害足夠 我們先躲過敵方被蝙蝠俠的大招 他沒大招呢傷害就不夠了 之後呢他要跑 可惜我們的冷卻時間更快 有沒有看到呢 另一暗擅長的地方 就是單殺 盾能 還有追殺 這幾點呢都挺擅長的 不過呢一般法式的 守藏消耗跟清兵能力呢 我們也是有 不過呢沒有那麼優秀就是 像我們一技能雖然很痛呢 但是也沒有另一通吧 像我們一技能雖然可以清兵 也沒有克里希的範圍那麼廣 這邊呢對我們的意識都很好哦 遊戲時間十一分鐘 可是呢推塔推得很積極 也沒有給敵方太多喘息的空檢 像之後呢有高手 或者高端的場次呢 莉莉安會比較適合 如果呢 像是隊友不太會玩 如果要拖到十五分二十分 到了後期的話呢 我們的影響力可能會沒有敵方的 大範圍法師 或者收藏射手那麼高 所以呢 要記得莉莉安 我們是法師型刺客 不過呢我們是更偏向於刺客那一邊 而這場呢我們愛麗絲有確認過了 確實是哈克沒錯 勝率高達77% 那最後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